然後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為什麼Bird大行星裡面 只有地球有生命 別人都沒有咧 我們都看過了 應該說沒有 我們今天基本上太陽漆的 我們都看過很多遍 大家都知道那是謀啦 水星跟月球沒有大星沒有水 我上水圈的時候說過 液態水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沒有水 那就不用玩了 沒有大氣 沒有水 就基本上活不下去 沒有辦法進行化學變化 沒有辦法 沒救了 金星大小跟地球差不多 跟地球最接近 可是它有濃密的大氣 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強烈的溫濕效應 表面溫度很高 四五百度 這個地方比較適合當地獄 燒烤 當地獄 折磨人用 連那個一些熔點低的金屬都會融化掉 很難活下去 很難活下去 不太適合 好 火星是我們的希望 為什麼 火星的自轉周期跟地球一樣 大概24小時 火星燃了個白白的隆隆 然後會變大 會變小 表示有季節變化 跟地球也怎樣 一樣 一個紅紅的 好可愛 然後還有歷史的錯誤 它上面有 當初望遠鏡看的時候 我覺得上面有一些一條一條的條文 這些條文從歐入翻譯到美國的時候 翻譯成運河 運河就好笑 運河是人開的啊 所以不要 上面有小綠人在那邊開運河啊 小綠人在那邊開運河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覺得火星很有希望 結果發現沒希望 火星幾乎沒有大氣 幾乎沒有 很稀薄一點點 沒有水 我後面要提到它 它有水有水就很麻煩 然後沒有水 溫差很大 溫差很大 因為它幾乎沒有大氣 所以溫差非常的大 熱很冷 熱很熱 冷很冷 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 那兩斤都白白的咧 白白在裡面有一點水 但是大部分都是乾冰 大部分都是乾冰 大部分乾冰 所以看一看我們也沒希望 沒希望 所以我們的希望就破滅 看不到火星人 看不到火星人 沒有 好 這個表格 數字不用背 但是我可以問好多事情 我把表格給你 可以問你一些事情 第一 我問你說 請問你 誰的溫差大 火星溫差大 為什麼 幾乎沒有大氣 沒有大氣 沒有水溫 它就會很大 問題二 為什麼金星好熱好熱 因為金星上面都是濃密的大件 90ATM 地球90倍 然後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所以溫度很高 問題 火星的空氣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火星有強烈的溫室效應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比例很高 可是量怎樣 很少 吸不了多少熱 吸不了多少熱 所以沒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請問 火星表面的紫外線 會比地球強還弱 強 為什麼強 因為它沒有氧啊 就沒有臭氧啊 沒有臭氧就沒有人幫它吸收 紫外線啊 我們的大氣有臭氧啊 可以幫我們吸收過濾紫外線啊 它沒有啊 所以就直接直接射下來啊 所以火星表面是一個天然的殺菌式啊 如果它有像我們一樣的生物 它都會殺光光的 那些紫外線都會被斬掉 短線照得很強烈 所以 表格是不用背 但是我可以從表格的素質裡面 可以問你很多問題 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 我可以問這個 問那個 你要懂 就是跟你說明 為什麼這些星球 都沒有生物 沒有生物 因為整個環境就是不適合 OK